我真的沒聽過 來練兩個禮拜去要被連摔7隻的 單被過肩摔是不能保護對方的 一卡肩一抱手 就過了 就人就起來了 他那個人會從這邊 飛到下面去 你看那個就是這樣被摔 他才學兩個兩週 而且他7歲 加上這個教練是 黑帶六段 會做這樣子的教學 我覺得是匪夷所思 教練最重視學員的感受 今天摔下去 學生喊痛 我們就會說哪裡痛 哪裡痛 怎麼了 這是一個當教練最基本的 尤其膠摔 為什麼 摔X真危險 一個動作不對 你就是上處住醫院 你看到我們在摔人的時候 會有一個慣性動作 會去拉他 如果沒有羅道福的狀態之下 第一個 你要抓住對方的手 要緊緊的抓住他 這隻手要抓住他 第二個轉過來 你要扶著對方的腰 但是絕對不可能做單被過肩 因為單被過肩摔是不能保護對方的 如果今天單被過肩 一卡肩一抱手 就過了 就人就起來了 起來是怎麼保護他 你看他一卡 卡到肩膀 一卡一過手 就要摔了 他那個人會從這邊 飛到下面去 你看那個就是這樣被摔 那你下去之後 你一定會 頭一定會撞到地板 我們在摔人的時候 你要拉住他的手 拉住他的腰 我們會輕輕的這樣摔下去 譬如講他已經下去了 他下去了之後 我會 這邊會故意拉他一下 拉然後他下去 下去的時候 我手會拉住他 這樣 頭不碰地板 可是他又能體驗到 被摔的那種忽然被晃過去 被轉過去的感覺 如果你今天像他們練羅道福 有羅道福抓 那更好 照理說他會這樣抓著你的袖口 他會輕輕的這樣把你半倒在地下 但是拉著你 你等一下把鏡頭朝地下 這樣 朝地下 他會這樣 下去 但是他是這樣 再一次 來喔 要摔你了 你的所有的壓力 所有的重量 是教練幫你拉住 他一定會保護你 大部分都皮頭痛 因為皮還是會撞到地板 但是骨頭絕對沒事 腦絕對沒事 因為我們都拉住他的手 以上我講的這些東西 是一個練武 只要是練摔的人 都一個基本 我看新聞字這樣寫 什麼對 什麼被摔的20幾隻 他的辯解是 什麼這是正常摔 沒有所謂的正不正常摔 我只能這樣講 你對一個新手來說 你不可以 什麼連摔7隻 我真的沒聽過 來練兩個禮拜 去要被連摔7隻的 而且是真摔 你如果輔助摔拉著摔 只是要能體驗 我真的沒聽過 包含我們自己 也不是這樣教 我是真的認為 這樣真的很無感 我老婆也 看到他很流淚淚 周邊 很多練武的人 看得 X都很不敢 練這種東西 安全第一 在做這種幼兒學習的時候 我覺得 還是要有政府 去監管 會比較好 畢竟他是幼兒 有的小孩子 他就是 不敢講 他會怕 他怎麼像大人一樣 我不要 我轉頭走 他也不知道自己 受傷了有多嚴重 我覺得政府必須立法 來保障 你要怎麼教 是要由政府去看的 最重要的是 你場館 你要營業 你裝個攝影機 他這個人攝影機都沒有 我相信兒童樓宿的發展得非常好 很安全 你練好的還可以學到武德 這是好事 但是你不能傷害小孩 我相信你 有的 Naomi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你不相信你 本身的 好 不相信你 你不相信我